奶茶它会很可能 我意外收获了一杯酸梅糖 那我喝了它之后 我的失眠会好一点吗 中药奶茶您喝过吗 这听起来有些奇怪啊 但是最近在年轻人当中 是非常的流行 你听听什么 绝名子 陈皮 银耳 那这样一种药食同源的中药奶茶 它到底是不是伪养生呢 走 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 一起去一探究竟 那么刚刚呢 我是点了两杯奶茶 现在店员正在制作我们奶茶 那么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味道到底怎么样呢 好 那我已经取到了两杯奶茶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里面都看得非常清楚啊 层次感非常的鲜明 这个白色是牛奶 然后加上了桃椒 银耳 它第一口下去 可能有点中药材的色色的味 但是你慢慢地进入到喉咙的时候 它会有一种回甘 随后小心走访了湖南本土四家中药茶饮门店 发现中药茶饮多以罗汉果糖 甘草等甜味药材替代奶茶中原有的调味糖 我们是放在盛牛奶 因为我们有罗汉果糖 这是拧着拧烤的 我觉得还蛮好喝的 就是它没有那么强的中药味 就一开始刚入口的话 是有一种淡淡的那种中药香的 但是到后面的话 我觉得就是它一个是层次很丰富 再一个的话 它的口感其实是比较清爽的 最晚的一 最贵的保健品 公共对年轻人的采访 小心注意到 新鲜感 养生健康 是吸引年轻人体验中药奶茶的重要原因 但是不是每一位产品都适合这样子添加的 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去用 应该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含 不是每个人都要去湿 所以还是也有讲究 包括询问 不是谁都去搞一位 当然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的是 中药茶饮虽好 但并不是多多益善的 我们需要知道健康的身体 它不仅需要合理的饮食 它更是需要我们去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那么我们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